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宝啊 如果有宝宝 那为什么张颖到现在都没大肚子呢 小飞就说啦 你别才和我分开一天就这样 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 我会去医院打掉他 这个东西大家已经很明了了吧 有没有结有没有怀孕啊 其实从这个讯息里面 大家的可想而知 张颖当时跟汪小飞要什么条件 才去堕胎的 据我所知啊 我当时收到爆料的时候 爆料的到处我说 张颖和汪小飞要了五百五十万的 封口费 我准备给妈妈买套房子和一辆车 汪小飞马上说 买 那 他就说 我自己的我自己买 后来结果 那个我们的小飞就说行 对 这个说两套房打通 就在我房子旁边 对 后来汪小飞就说 买 老公给买 孝顺我丈母娘 都还没结婚就丈母娘 你那个时候的丈母娘是谁啊 是A是妈呀 就是当时怀孕的 一个一些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 上面是写汪小飞 表示说什么呢 这个视频 这个画面 是截至于张颖颖的手机 你想的也不是成熟 现在如果你坚持要孩子的话 孩子啊 如果真的想要 你就把宝宝出生所有的事 全部考虑周全 宝宝啊 如果有宝宝 那为什么张颖到现在都没大肚子呢 小飞就说啦 你别才和我分开一天就这样 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 我会去医院 打 打 掉 他 这就是当时张颖颖 发给我们汪小飞的一个讯息 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很明了了吧 有没有结 有没有怀孕啊 其实从这个讯息里面 大家的可想而知 那就是要怀孕呢 那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的张颖颖 肚子都没有搭起来呢 张颖当时跟汪小飞 要什么条件才去堕胎呢 据我所知啊 我当时收到爆料的时候 爆料就告诉我说 张颖和汪小飞要了 550万的 公口费 张颖 做了 我准备给妈妈买套房子 和一辆车 汪小飞马上说 买 那 张颖就说 我自己的我自己买 然后上面就PO了一个画面 后来结果 那个我们的 小飞就说行 对 这个说两套房打通 就在我房子旁边 对 后来汪小飞就说 买 老公给买 孝顺我 帐 母娘 都还没结婚就 帐 母娘 哦 你那个时候的帐母娘是谁啊 是A 是妈呀 张颖 在来就很淘气的跟她说 不想 我嘴边让姐姐看看房子 如果她说房子行 我就拿你的卡把贷款还了 结果 王小飞没有宣说行李 她说 那还不想呢 宝宝想怎样 就怎样 哇 哇 这甜蜜时数也太高 哇 这甜蜜时数也太高